1959年夏天的上海 正值建国十周年 城市里一派朝气蓬勃心心向荣的气象 天刚萌萌了 直完夜班的户籍民警马天民 骑着一辆自行车走街串巷 检查了辖区内的警民联络箱 几名刚刚下一班的女工从附近路过 热情地跟他打招呼 得知马天民也是刚下一班 女工们劝他早点回去休息 马天民面带微笑回答着 今天派出所轮到他休息 查完联络箱后 马天民回到了派出所的值班室 女同事赵英见他脸上带着笑容 问有什么事情值得这么高兴 马天民告诉同事 街道又新添了四个刚出生的新中国小公民 赵英知道马天民是个敬业负责的热心人 忍不住打去说 看他这么高兴 好像是自己有了孩子一样 马天民听到同事的打去不以为意 反而搬出所长的日常教导告诉赵英 自己这是时刻不忘使命 内心牢记警民一家妻 回到宿舍 马天民调好闹钟准备休息 忽然想起笔记本中夹着的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所长妻子姚大姐 与他单位女同事刘平的合照 姚大姐在邮局工作 也是位热心肠的街道干部 她从丈夫口中得知马天民是个孤儿 如今大龄单身 因此有一替她介绍对象 撮合马天民与邮局的女同事刘平相亲 与此同时 当地邮局内 姚大姐过来催促刘平下班 刘平是区里的劳谋代表 一直是邮局内最近业负责的邮递员 她正忙着帮助新来的同事分拣信件 姚大姐几番催促后 刘平才放下手头工作 跟她离开单位 走出邮局门口 姚大姐将一张马天民的照片递给刘平 问她考虑的怎么样 刘平面的羞涩有些不好意思 姚大姐向她夸奖说 马天民是位好同志 今年28岁 脾气好态度也端正 去年还被评选为区里的先进工作者 今天恰好马天民和刘平都是人休 姚大姐打算安排了人可以先见一面 雷厉风行的姚大姐带着刘平回家换了一身衣服 两人一起来到了洪桥区越境路派出所 姚大姐来到所长办公室 让丈夫去教性正在休息的马天民 但当所长来到宿舍后 才发现马天民并没有在宿舍休息 所长很了解马天民的性格 知道对方是个闲不住的人 每次有工作总是最积极 即使下班了也不肯休息 如今肯定又去附近的街道帮忙去 姚大姐埋怨马天民做事太不靠谱 并催促丈夫赶紧去找人 刘平在宿舍的墙上 看到了距离颁给马天民的表彰戏 对这位没能见到面的相亲对象产生了好奇 此时马天民正在理论的宫舍食堂 帮助当地居民一起包饺子 他一边揉面一边告诉街道大姐们 今天全是大告爱国卫生运动 得让同志们都能吃上一顿好的 饺子一定要多包一些 街道大姐们却马天民坐下歇歇 马天民总是笑呵呵的回答说 今天我休息 手里却还是不停忘录着 马天民帮食堂包完了饺子 又将几个正在食堂玩耍的孩子 顺路送回家 离开弄堂的路上 马天民遇到街道上的工人子弟 劝说他们在家的时候 要多注意休息 才有体力支援国家建设 让对方把帮街坊翻修屋顶的工作都交给自己 你怎么不听李弄小组长的话 我 没有啊 不信你问黄神神 还不承认 你们转路车间今天不搞爆产日了 你们不是提出保证 要提前五天完成国家指标二十万吨吗 是啊 我们今天要大战一场呢 还是 那还不赶快回去休息 回去 是 马天民劝走了别人后 就立刻接过手 打算继续帮群众干活 就在这时 所长急匆匆的骑车过来 催促他回宿舍亲 马天民这才放下手头的忙碌 匆匆赶回派出所回宿舍的路上 马天民遇到了一辆骑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的男人 马天民担心对方骑得太快闹出事故 主动拦下车对他进行说服教育 骑车男人却有些不耐烦 认为马天民不是交通警察 因此开始嘲扔起来 马天民仍旧耐心的劝说着 附近的围观群众健壮 也纷纷站出来批评骑车男人 就连路过的小学生也指出骑车男人违反交通规则 男人这才尴尬的低头认错 并解释说自己是因为有急事 敢时间采取这么快的 马天民见对方满头大汗 教育了两句后就放他离开了 等马天民赶回宿舍后 却没有见到刘平 同时赵英替姚大姐转告他 刘平一位不放心心来的女同事小孙 害怕他不熟悉送信路线 因此决定和姚大姐先回邮局一趟 相亲改到了中午在所长的家里 错过第一次相亲的马天民 立刻出发去往所长家里 途中他经过苏州河边 见到有人站在河边呼救有人落水 马天民二话不说立刻跳下河 快速游到了落水者的身边 准备将落水的老人给救上岸 却没想到 老人告诉马天民自己会游泳 让他快去救一头落水的小猪仔 马天民帮忙将小猪救上船 老人先感谢了马天民 然后继续唉声叹气 嘴里说了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马天民问明情况后 得知老人是从家定过来的 从公社用了70头小猪仔 打算送到钢铁厂的后勤食堂 进城之后却走错了河岛 马天民误以为是老人饿着肚子 因此请附近热心的工人帮忙 从食堂端来一些饭菜到船上 老人却告诉马天民 饿肚子的不是自己 而是船上的这些小猪 因为这些小猪是公社支援钢厂建设的物资 可如今老人找不到地址 介绍信也被水给泡了 船上的小猪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老人知道马天民是派出所的民警 求助他帮自己将小猪送到钢厂 马天民首先联络了附近工厂的食堂师傅 发动大家将剩饭剩菜凑在一起拿去喂猪 烂洋葱坏冬瓜菜根菜皮 只要猪能吃的都行 胖同志 这可是支援钢铁工业的 也是支援人民公社的呀 没问题 事业哪都重要 你不用管 马上就得 好 哎哎哎 大家都来呀 哎大家都来 来来来呀 什么事 哎哎 有紧接任务 马天民借了一辆三轮车 将工厂食堂的盛菜 运到了老人的船上 喂完了猪以后 马天民准备送还三轮车 结果又遇到了骑车很快的冒失男人 对方如今裤子破了 自行车轮也撞变行了 显然是刚刚遭遇了一场事故 马天民当即教育对方 骑车不规范亲人两行里 骑车男人如今急得满头事好 告诉马天民自己要去静安寺有急事 马天民是个古道热肠的好同志 答应替他找三轮车师傅送他去静安寺 他先来到附近的公用电话亭 打电话联系本地的几家钢铁厂 询问从公事运送猪仔的事情 打了一轮电话后 马天民终于查到了负责收猪的工厂 通知食堂派卡车来运猪仔 解决运猪问题后 马天民又联系了拉三轮车的杨师傅 请对方送骑车男人去静安寺 送走骑车男人以后 马天民才回到了河边 此时刚常派来的汽车 已经拉上了老人准备离开 感激不已的老人 正要询问帮助自己的民警的名字 但车辆已经发动 老人没能听到马天民的回答 送走老人以后 马天民继续赶往所长的家里 却在半路遇到了从邮局回来的姚大姐 面对姚大姐的劳倒埋怨 马天民只好解释说 自己上午有时耽误了 请姚大姐替自己跟刘平解释 姚大姐刀子嘴豆腐心 她了解马天民的为人 嘴上虽然怪她 但又掏出一张电影票给马天民 让她下午四点去恒山电影院 自己和刘平会在电影院门口等她 马天民正准备直奔电影院 却被姚大姐给拦住 问她怎么没穿制服 马天民解释说自己的警服 因为刚刚落水失掉了 姚大姐当即带着马天民一起回家 让她先穿丈夫留在家里的一套警服 马天民换了一身衣服 又来到理发店 请剃头的王师傅给自己做个发型 就在此时 附近里东的女学生小林子 急匆匆跑过来找马天民 告诉她花花突然生病晕倒了 花花的父母都不在家 只有年外的奶奶在身边 如今急得不知道怎么办 马天民立刻抱着孩子 带着花花的奶奶一起 坐车去往医院 途中花花发生晕厥 坐车的乘客们看到孩子的病情 也感到十分着急 售票员和司机商量后提议说 公交车直接去往医院 中途御战不停 将孩子的生命放到第一位 乘客们对此一致同意 解放十年了 我一次也没迟到 那么你 算了 今天我知道了 老张 知道了 是开医院 御战不停 最终公交车很快开到了儿童医院 就在马天民忙着送孩子去医院的时候 姚大姐和刘萍正在电院门口焦急的等她 眼间电影已经开场 姚大姐只好先跟刘萍进入影厅 此时在医院的诊疗室内 马天民正在焦急的等待医生的诊断结果 孩子经过治疗后很快苏醒 医生误以为马天民是孩子的父亲 批评他父亲当的太不称职 花花的奶奶见状替马天民解释 告诉医生他不是孩子的父亲 而是派出所的民警 医生得知马天民的身份后 既惊讶又感动 认为医院的大夫和护士都该向马同志学习 马天民却只是谦虚的回答说 自己只是做了一位民警应尽的责任 得知花花的病情并不严重 马天民给花花的父亲打了电话 请他放心 挂完电话后 马天民又替花花的奶奶付了住院的押金 掏钱的时候电影票意外掉了出来 马天民这才想起 自己又一次耽误了乡亲 急忙赶去恒山电影院 但当马天民赶到的时候 电影院已经散场 姚大姐和刘萍已经坐上了离开的公交车 刚好与她擦肩而过 马天民无奈地回到了宿舍 姚大姐已经等在这里 见面后劈头盖脸教训了马天民一顿 批评她作为一个先进工作者 怎么能够如此不守时 马天民不知如何解释 所长急忙过来打圆场 姚大姐却告诉马天民 今天晚上七点 让她到刘萍家里去吃饭 刘萍的父亲也过来了 这次千万不能再迟到 马天民听说要去刘萍家里相亲 内心顿时犹豫起来 姚大姐让她不要太紧张 毕竟还有自己这个没人在场 临走时 姚大姐再三叮嘱马天民 这次绝对不能迟到 过来的时候买几斤苹果 马天民把姚大姐和所长的叮嘱记在心里 来到水果店买了苹果 回来的时候 马天民在派出所值班时 遇到了几名带红领尖的小学生 其中一个孩子告诉马天民 他们捡到了一个公文包 里面有一打现金 提货单与介绍线 还有一封电报和火车票 施主名叫罗爱兰 火车票是明天上午六点开往兰州的火车 电报的内容说明 施主有很重要的工作任务 马天民看完电报以后 决定尽快找到施主罗爱兰 但此时派出所的其他同事都去值钱和开会了 女同事赵英因为要值班也走不开 马天民只好亲自出马 骑车去城内的各家旅馆寻找施主 马天民一直找到了晚上 终于查到罗爱兰住的旅馆 让他意外的是 罗爱兰居然就是他白天遇到的冒失男人 马天民将丢失的钱包还给了他 罗爱兰激动的感谢对方专程将钱包送过来 马天民却只是微笑着回答说 为人民服务是自己的工作 谢谢你同志 你真是救了我 如果我披架子找不到 就算我只把回去一天 你知道 对我们厂的损失有多大 你真是办了一件好事 你 你太好了 你怎么了 应该高兴呢 你还特地给我送来 这不影响你工作吗 不 这也是工作 没事吧 今天我休息 罗爱兰得知马天民今天休息 热情地邀请他坐下休息 主动端茶倒水为白天的事情 向他郑重道歉 接着又吩咐服务员准备饭菜 想要请马天民吃饭 马天民突然想起 自己晚上有约 着急想要离开 可罗爱兰却一再热情地挽留他 并自来熟地讲起自己这些年的生活经历 让马天民一直找不到机会跟对方倒逼 此时在刘平家的弄堂口 姚大姐一直见不到马天民 忍不住打电话给丈夫 催他赶紧去找马天民过来 另一边 马天民勉强陪罗爱兰吃完了饭 罗爱兰却依旧不肯放他离开 仍旧再三挽留马天民要表达感谢 马天民无奈只好说出实情 罗爱兰得知自己耽误了马天民的约会 感到十分愧疚 马天民好不容易离开旅馆 急忙骑车赶往刘平家 等马天民赶到的时候 刘平一家已经吃完了饭 姚大姐将马天民介绍给刘平和他的家人认识 马天民为自己的迟到表示歉意 刘平的歌嫂很理解马天民 认为他也许是工作太忙 还是热情地招待马天民 并端上了重新热好的饭菜 只是马天民太过耿直 他直接告诉刘平一家 自己刚刚在外面跟朋友吃过饭了 马天民一天三次约会都迟到 再加上如今又在朋友家吃饭 让刘平误以为对方根本不在意这场相亲 脸色变得有些不好看 屋内的气氛也瞬间尴尬起来 姚大姐再次撮合两人 让马天民带刘平明天去看滑稽些 可刘平的态度已经变得十分冷淡 拒绝了马天民的邀请 姚大姐听出刘平话里的态度 也不好意思再说下去 打算带马天民离开刘家 正当马天民准备离开的时候 刘平的父亲忽然从屋里走出来 见到马天民后十分激动 原来刘平的父亲正是马天民白天帮助过的运珠老婆 刘平热情的向女儿解释 帮助他的热心民警就是马天民 这时所长也赶到了刘家 替马天民解释了晚上迟到的原因 刘平得知马天民就是姚大姐 给女儿介绍的相亲对象 感到十分满意 刘平也通过所长和父亲的解释 明白了马天民的为人 两人互相看着对方 脸上挂满了羞涩的笑容 姚大姐知道两人有戏 见马天民局促的站在一旁 主动催促马天民请大家吃苹果 马天民这才笨拙的给大家分苹果 刘平见状主动接过了马天民手里的果栏 这天晚上 马天民满面春风的回到派出所 看到门口报栏上的报纸头版 刊登着当地钢产的生产量 再次突破新记录的好消息 心情激动的回到了宿舍 理发店的王师傅早就等在这里 准备替这位忙碌了一整天的民警 同志继续理发 马天民坐下以后 掏出一个苹果递给王师傅 书桌上的日历上写着一句 今天我休息 今天我休息拍摄于1959年 由上海电影场设置完成 本片既是一部诞生于 大跃近时期的现实题材电影 也是新中国迎时山的经典喜剧片 电影的故事原型取材字 当时上海的两位民警 马仁俊与马家逊的事迹 片中的主角以天民为名 寓意为人民服务 影片的编剧李天忌 是上海电影场的元老级编剧 由他编剧废幕导演的小城之春 是中国影史上难以超越的艺术高峰 新中国建立以后 他加入上影场 写出了这部今天我休息 成功地塑造了人民警察 马天民这艺术形象 除了编剧身份外 李天忌同时还是一位表演艺术家 他因长相特别 后来经常在荧幕上扮演一些反面配角 参演过RQ正传 八线的传说 绝境逢生等电影 导演鲁仁是新中国早期喜剧电影领域的杰出导演 他的作品都具有鲜明的实战性和浓烈的喜剧性 除了这部大受好评的《今天我休息》之外 他的另一代表作是1962年的电影《李双双》 演员方面 本片是众星火首次担任电影的男主角 此后他曾在405谋杀案 跋山业余等电影中 多次饰演警察形象 1996年 为了纪念马天民这一经典角色 上演场时隔近40年 又推出了一部续集《今天我离休》 继续讲述老民警马天民离休之后 仍勤恳工作 为民服务的故事 片中的另一位大牌演员 是演儿童医院女医生的演员 是新中国二十二大影星之一的上官云珠 他曾出演过《乌鸦与麻雀》 早春二月 《舞台姐妹》等经典电影 但在1968年跳楼自杀 与所长的扮演者强民 后来又与众星火一起出演了《八山夜雨》 理发师的扮演者是上演场反派专业和陈述 1959年7月 文化部为庆祝建国十周年 东元各地制片厂筹备十部线李片 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夏野认为 这些线李电影大多偏重于严肃风格 或是战争题材 因此建议增加一些轻松愉快的电影 鼓励制片厂拍摄题材 风格多样化 在此背景下 上演场的编剧李天际受邀为公安系统 专写一部纪录性艺术电影 纪录性艺术电影 是诞生于大跃进时期的特殊电影内心 最初是由周总理提出的建议 既有反映真人真事的纪录片特点 又经过一定程度的艺术加工创作 有较强的故事性 被称为电影领域的报告文学 李天际接受任务以后 深入公安阶层做了大量走坊调查 决定创作一部以基层民警为视角的电影剧本 通过一位青年民警 在休息日里的活动 穿出各种人群和世界 展现当时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建设事业 与当时流行的反特剿匪题材的公安电影不同 今天我休息是一部小格局的故事电影 影片中展现的警务人员 负责处理的都是一些日常琐事 没有斐特也没有坏人 不再是反特电影里的跟踪 打路 斗志 搏杀等惊险刺激 剑拔弩张的尖锐敌我斗争 取而代之的是基层民警好人好事 相亲约会等足够接地气的日常生活片段 本片中的主人公马天明 不是虎学追踪 英雄虎胆士的大志大语 而是热心朴实 腼腆诚恳的普通人形象 这样的人物塑造 带给当时的观众耳末一新的感觉 也因此 电影上映后大受欢迎 人民群众对于这种现实题材 喜剧喜闻乐见 公安战线的警务人员 隐因这部电影而受到鼓舞 此后很多年底 马天明一度成为新中国警察的代名词